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亲爱的弟兄姐妹 平安感谢神 欢迎我们跟着一起在主里面 我们能够透过上帝所创立的 这样的一个CGNTV 特别为我们华人 全世界的华人 有一个这样一个网络的平台 我们献上感恩 求主使用 让我们华人的基督徒弟兄姐妹 我们一同可以同步的 在上帝的话里面 我们一同建造 让华人的教会 可以更多在真理里面 合而为一 感谢神 求神使用这样的一个平台 让我们在基督里面 我们建立一个无强的教会 哈雷路亚 感谢神 让我们预备心来领受 哥林多前书 十二章 二十二到三十一节 不但如此 身上肢体 人以为软弱的 更是不可少的 身上肢体 我们看为不体面的 越发给它加上体面 不俊美的 越发得着俊美 我们俊美的肢体 自然用不着装饰 但神配搭着身子 把加倍的体面 给那有切势的肢体 免得身上分门别类 主要肢体彼此相顾 若一个肢体受苦 所有的肢体就一同受苦 若一个肢体得荣耀 所有的肢体就一同快乐 你们就是基督的身子 并且各自做肢体 神在教会所立的 第一是使徒 第二是先知 第三是教师 其次是行义能的 再次是得恩赐医病的 帮助人的 治理事的 说方言的 其都是使徒吗 其都是先知吗 其都是教师吗 其都是行义能的吗 其都是得恩赐医病的吗 其都是说方言的吗 其都是翻方言的吗 你们要窃窃地求那 更大的恩赐 我现今把最妙的道 指示你们 感谢主 那保罗前面给我们看到 那个恩赐的宝贵跟重要 我们要透过圣灵 把非常不同的恩赐 要分次给他的教会 那我也提到 其实当如果教会不动则已 教会不努力 不积极地去建造则已 一积极地建造 我们看到恩赐之间的 这样一个运作里面 可能互相之间 就会产生一些什么 增进 比较 排挤的作用 就像二十五节这里说的 我们少二章二十五节说 免得身上如此怎么样 分门别类 总要只体彼此互相照顾 分门别类 好 我相信没有恩赐的时候 我们人都已经很容易分了 对不对 我们会用很不同的方法 我们会用我们的族群 用我们的语言 用我们的社会地位 用我们的年龄层 用我们的职业 我们已经都很容易 彼此的分门别类了 如果你注意看 我们在教会里面 什么样的人会常常会聚在一起呢 大概就是一定是 有一些共同因素的人会聚在一起 共同的气质 共同教育背景的人会聚在一起 这些是工程师 工程师容易聚在一起 这些是老师 老师们比较聚在一起 或者这些人是 这个讲哪一种地区的话 他们习惯讲某种母语的人 他们可能会聚在一起 我们教会里面 已经会有好多好多的 分门别类的情形发生 就像在《词徒行传》的时候 一开始也是 这个说西里尼化的希腊人 会跟西伯来人 他们会彼此的抱怨 说在这个 公印寡妇的这个世上 忽略了他们的 公印的事 反思忽略他们的寡妇 好 所以这都是很 很自然而然的 我们会有所 这个很自然会物以类居 但是我们不能够因此而分裂 不能够因此而排斥他人 不能够因此而不尊重他人 那同样在这个恩赐的运作的里面 又再加了一层在这里面的 我们说恩赐的运营也是会再来排挤 增进 排来这些资源分配的这些问题 因此保罗在二十二章二十二节这里说什么 他说身上肢体 人以为软弱的 更是不可缺少的 这也是蛮奇妙 他说这里肢体 当然我们知道从前面看到 每一个肢体就是指不同的恩赐 有些恩赐是比较外显的恩赐 比如说先知讲道的恩赐 可能是非常外显的恩赐 对不对 那代道的恩赐 取劳的恩赐 就是很里面的 那治理事情的恩赐 可能就是做一些行政施工 那都是做马大的工作 也是不明显的 所以恩赐之间 彼此可能会有一些的比较 但是保罗再一次的提醒他们的是什么 当恩赐彰显的时候要注意到 我们要看到每一个恩赐 都是不可或缺的 这里二十二节说的 身上肢体 人以为软弱的都是不可 就是说每一个恩赐 既然是上帝给的 那每一个恩赐都是需要的 虽然上帝给有些人的恩赐 有些人的恩赐是比较外显的 比较感觉会比较吸引这个人气的 吸引美光灯焦点的 那有的恩赐 人的工作就是做的是比较的内敛的 但是在这里面保罗说什么 我们可能恩赐在人来看 或许好像会有高低之分 或许在神来看可能也有恩赐 也有不同的大小 我们待会看到 但是无论如何 如果上帝给了我们的恩赐 我们就照着我们生给我们的恩赐 我们好好的服事 神说凡有的还会加点给他 因此我们不能够嫉妒别人 我们不能够说上帝为什么把这样的一个 不显眼的恩赐给我 我希望我要成为一个带领敬拜的人 可是你天生你就是五应不全 你怎么能够带领敬拜呢 那你不能够愉快愿上帝啊 是不是 好 所以就是让我们看到 这里保罗特别提到 对那些不显眼的恩赐 我们更要尊荣他们 我们更要肯定他们的价值 是的 因为那些比较外显的恩赐 可能他们已经得到很多的掌声了 可是对于那些比较内敛的 隐藏的 保罗说我们需要学习什么 给他加倍的体面 因此我们想看今天教会的服饰 很多的服饰是很隐藏的 比如说我们有在教会做爱燕的服饰 我们是不是要给他更加倍的体面跟尊荣呢 因为爱燕的服饰很辛苦的 是不是招待的服饰 很多的服饰 阴空的服饰都是很隐藏的 是不是 那我们这些 这些的恩赐 我们如何 像保罗说 我们一定要成全 要尊荣 特别是要加倍的尊荣 那些不显眼 隐藏 内敛 或是在人 在神来看是比较小的恩赐 可是我们要给他加倍的尊荣 那这是让我们要学习的 甚至我们运用在我们今天的人际关系里面 也是如此 在教会里面 是不是那些奉献少的人 社会地位差一点的人 我们就轻看他 不 我们更要尊荣他们 主 谢谢主 提醒我们 我们一起来勉励彼此学习 感谢主 我们继续来看 刚刚保罗特别提到了 这样的一个恩赐的配搭的里面 对于那些比较不外显的 不外露的这些恩赐的运用 这些的弟兄姐妹 我们更要给他尊荣 给他加倍的体面 这是我们很好学习的 那到底真的是在恩赐 上帝所示的恩赐 真的按照他的优先次序 或是按照他的功能 有大小之分吗 好像是有的 我们来看一下28章 28章这里什么什么 对不起 28节 12章28节说 神在教会所设立的 第一是使徒 第二是先知 第三是教师 其次是行义能的 再次是得恩是医病的 帮助人的 治理是的 说方言的 保罗在这里提到的有一个 可能这里没有把所有的恩赐摆在里面 可是保罗在这里特别提到的一些 恩赐的可能是一个责任重要性的问题 在建造教会的一个重要性的问题 所以保罗有提到第一最重要的 其次 第二其次 所以保罗前面先会提到 是的 在人来看 好像我们也要小心要注意 可能某一些恩赐 所以对人的而言 有些恩赐 他比较吸引众人的目光 比较得到一些的掌声 但是对上帝而言的话 神也一样的提到说 在教会里面 仍然我们要看到 神仍然把不同的恩赐 不同的职份 托付给不同的人 而在上帝的眼中 似乎也有他一个重要性的排行板 这边提到什么呢 使徒跟先知 因为教会是建造在 使徒跟先知的这个根基上面 所以感谢神 那后面提到了一些的恩赐 那因此我们看到 其实在上帝的眼中 也有一些为了这样 建造教会的有一些重要性 也就是说或许是他的优先次序 因为一定教会有使徒跟先知 建造之后 然后接下来会有教师来教导真理 然后接下来 让人们开始经历到上帝 我想这是上帝给的一个优先次序 是不是讲到他的重要性 他的大小呢 或许不是 或许这底时提到的是一个 他的次序的问题 可是当时保罗在这里 仍然要提醒弟兄姐妹们 就是我们仍然不能够分门别类 不能够看重这个 而轻看那个 甚至有一种情形 有可能保罗上帝 所以为的优先次序的里面 可是人未必如此看 人未必把这个使徒先知 摆在一个重要 更重要的一个地位来看 人可能更看重的是什么 行义能的 得恩赐医病的 帮助人的 说方言的 是不是 或许我们自己也会以为说 当我有了医病的恩赐的时候 我认为我是全教会最重要的人的 最有影响力的人的 我们可能我们也重看了我们自己的 保罗可能在这也是提醒我们说 不要看自己过于所当看的 只要照着神所量给个人的 看的什么 合乎忠道 这是在罗马书里面也提到的 一个对观言恩赐方面的 所以感谢上帝 我们要看重神所看重的 而不是用我们自己的想法 用我们自己的标准去看我们所看重的 但无论如何 不管是上帝所定的优先次序或是我们人以为自然受吸引所看重的 但是无论如何只有这里保罗特别提到是什么 我们认为我们所轻看的都是不可少的 都是不可或缺的 我们更要怎么样 加义的要加倍的要特意的要越发的给他尊容给他体面 因为都是不可或缺的 就叫你身上我们每一个器官 每一个手指头每一个小指头 不管哪一个都是重要的 感谢上帝 让我们用神的眼光来看恩赐看职份 感谢主我们一起祷告 亲爱的天父上帝 再一次的谢谢你 透过哥林多的教会 保罗因此来教导 也给我们今天的教会 真的是有非常好的亮光跟提醒 谢谢你 我们承认我们常常是软弱的 我们需要你提醒我们 我们不能够看重这个亲那个 爱这个悟那个 我们需要看的每一个都是宝贵的 特别是人所看清的 在基督的身体里面 主啊你说是不可或缺的 主提醒我们 我们要学习更多看到那些隐藏的恩赐 那些职份的人 我们更要去尊容他们 我们更要尊重他们 谢谢你 让基督的身体里面没有分门别类 主啊这是何等的重要性 求主带领 让我们真的彼此谦卑学习 奉耶稣基督名祷告 阿们 阿们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